杨继绳 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第24章 披临整风 披左还是披右 第四节 毛泽东启用邓小平 毛泽东和周恩来共事一生 斗争不止 毛泽东虽然离不开周恩来 从来没有相信过周恩来 却相信邓小平 他为什么相信邓小平呢 这有历史原因 也有现实原因 1932年10月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 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 要坚决攻打大城市 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指导思想 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剥夺了军权 1933年 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以后 继续反对毛泽东的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主张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 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毛泽谭 毛泽东的弟弟 谢维俊 古柏也和邓小平一样 反对左倾冒险的中央苏区的领导 于是 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就组织了对邓 毛 谢 古的斗争 1933年3月5日 在临时中央和中央派员的主持下 中共江西省委通过了对邓 毛 谢 古的决议 给他们以组织处分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 在40年后 这个30年代发生的事件 却成为了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因素 而且是积极的因素 邓小平等四个人挨整 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泽东的主张 所以这件事毛泽东记了一生 这四个人中三个人已经不在世 只剩下了邓小平 1949年以后 邓小平继续坚持执行毛泽东的政策和路线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邓小平是坚决的执行者 1958年的大跃进 周恩来因为反对冒进 遭到了毛泽东的痛斥 差一点辞职 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 代替了国务院的职能 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政策 1963年以后 批评修正主义和苏联开展斗争 邓小平又站在第一线 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路线 1965年 周恩来告诉王家祥 毛主席委托他打招呼 近期人事变动很大 党中央的主要接班人 或者是林彪 或者是邓小平 文革初期 邓小平和刘少奇 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 违背了毛的意志 被说成刘邓司令部 但毛一直将邓小平和刘少奇 区别开来 1967年5月 毛泽东刚从外地回北京 让邓东新来看邓小平 毛泽东让邓东新转达三点意见 第一 要忍不要着急 第二 刘邓可以分开 第三 如果有事可以给毛泽东写信 不久 毛还见了邓小平一次 邓小平也知道 毛对他抱有希望 一次一次地深刻检讨 一次又一次地保证 永不翻案 1966年10月23日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检讨中说 在这场伟大的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 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 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 无产阶级正确路线 和代表资产阶级的 反动路线的斗争 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 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在中央领导同志中 在全国范围内 就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 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 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 就必须彻底批判 我们二人所犯的错误 肃清以我们二人为代表的 错误路线的影响 1968年7月5日 邓小平在《我的字述》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我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 打击革命群众 打击革命左派 扼杀群众运动 扼杀文化大革命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 大字报出来后 我才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 接着 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 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 错误和罪行 才使我一步一步的清醒起来 我诚恳地无保留地 接受党和革命群众 对我的批判和指责 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 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 真是溃毁焦急 无地自容 我完全拥护 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材 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 以肃清我多年来 散布的流毒和影响 对于我本人来说 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 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愿在我的余年中 悔过自新 重新做人 努力用毛泽东思想 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对我这样的人 怎样处分都不过分 我保证永不翻案 绝不愿做一个 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我的最大希望是 能够留在党内 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 分配给我一个小小的工作 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我热烈地欢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1971年11月6日 邓小平和朱林夫妇 被通知去工厂参加一个会议 他们回来后十分兴奋 朱林把女儿拉到厨房 悄悄地在女儿的手心上 写了四个字 林彪死了 原来他们听了913事件的传达 这天晚上 邓小平全家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扶课 一直玩到了深夜 邓小平看到 中国政治将要出现转机 1971年11月8日 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除了对毛表示忠诚以外 要求给他安排工作 没有得到毛的表态 1972年8月3日 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信中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 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 又打倒了林彪 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 再一次被党和国家 消除了最大的危险 使我不禁欢呼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他在信中说 林彪历史上犯了两次错误 一次是在长征中 他和彭德怀搞在一块 反对毛主席的领导 再一次是抗美援朝 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 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 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 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 关于我自己 我的错误和罪过 在1968年67月间 写的我的字述中 就我自己认识到的 做了检讨 到现在 我仍然承认 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 并且再次肯定 我对中央的保证 永不翻案 在去年 也就是1971年11月 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 曾经提出 要求工作的请求 我完全知道 像我这样一个 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 在社会上批凑的人 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 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 但是 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 虽然已经68岁了 还可以做一些 技术性质的工作 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还可以为党 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以求补过于万一 8月14日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 做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 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 但英语刘少奇加以区别 第一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 即邓毛谢谷四个罪人之一 是所谓的毛派头子 整他的材料 建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书 出面整他的人是张文天 第二 他没有历史问题 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第三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 是得力的 有战功 除此以外 进城以后 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做的 例如率领代表团 到莫斯科谈判 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 我过去讲过几次 现在再讲一遍 毛泽东 72年8月14日 毛泽东的批示 解除了对邓小平的禁锢 经有关部门的妥善安排 他带着全家老小到井冈山和干南 就地重游 一路上受到了党政军要员的热情接待 1973年2月22日 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北京 3月10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 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4月12日 邓小平出席周恩来为西哈努克和夫人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 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亮相 有了毛泽东的信任 邓小平一路高升 毛让邓付出的本意是让邓代替周 和当时中央的几个人相比较 邓也是周可以接受的人物 但是文革派却阻挠 邓小平多次承诺永不翻案 上台以后就彻底翻案 中国人对他的这种做法颇有微词 我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说过 永不翻案这个承诺 对他的付出十分重要 赵紫阳身边工作过的李湘鲁 用德国社会主义学家韦伯的理论 为邓小平辩解 韦伯说 政治家有两种伦理 一种叫信念伦理 一种叫责任伦理 责任伦理同意你说永不翻案 转脸就翻案 因为你要执行政治家的大责任 信念伦理就是要坚守底线 坚持自己的信念 邓小平选择了责任伦理 赵紫阳选择了信念伦理 我的这段话是1995年写的 现在看来对邓的评价高了一些 但和李湘鲁的看法是相通的 1974年1月18日 邓小平参加叶剑英为首的 中央军委五人小组 讨论处理军委大事 以及紧急作战事项 这个小组的成员是 叶剑英 王洪文 张春桥 邓小平 陈希莲 两天以后又增加了苏振华 1974年3月 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召开在即 出席这个会议的是 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 主管外交的周恩来参加 是顺理成章的 据说 周也希望在有生之年 去一趟联合国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 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 3月25日 毛让邓小平出席联大 江青却出面阻挠 27日 毛批示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 你不要反对为好 小心谨慎 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1974年10月4日 正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 身在武汉的毛泽东 让身边的工作人员 用电话向王洪文传达 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这个提议引发了 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 江青不答应 企图阻挠邓小平进入权力中枢 在专制制度下 如何确定最高领导者的继承人 历来是十分棘手的事 在中国古代 从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开始 隶属千年 为了争夺继承人的位置 流血冲突不断发生 始皇崩 其小儿胡亥 逼迫他的哥哥公子扶苏自尽 他登基以后 为了消灭政敌 一次就杀了12个哥哥 10个姐妹也被车裂 到最后一个王朝 亲兄弟之间的争夺和残杀 母子之间的名争暗斗 也是代代不绝 为了防止因继承人的争夺 造成动荡 专制王朝时代 采取了长子继承的方式 这种办法排除了 择忧而用的原则 用天然的 无可争议的标准 来防止争端 甚至连最小范围内 几个亲兄弟之间的择忧 也不允许 这个办法也没有避免 悲剧的不断发生 在缺乏继承人 民主选拔机制这一点上 毛时代的政治体制 和历代王朝 有着相似之处 最高领导者 一人 具有绝对的决定权 这样在他生前 献媚和阴谋环绕 在他身后 对立和争夺不停 刘少奇的接班人 被废以后 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九大以后 毛对林彪不满意 加上林彪身体不好 毛泽东曾在林彪面前 推出了张春桥 从而引发了庐山会议上 军人倒张的政治风波 林彪死后 顺理成章 应该是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 但是毛对周不放心 曾想让王洪文接班 张春桥辅佐 但这两个人党内高层很难接受 于是选定邓小平 毛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离见马克思的时间越来越近 谁接他的班成了毛最为紧迫的问题 毛虽然在选择接班人这件事上 有绝对的决定权 但他必须考虑到 他选定的接班人在他身后 能不能够站得住 张春桥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思想 对文革最坚定 庐山会议上的风波已经表明 张春桥很难被军政官僚们接受 毛只能安排他当副手 江青虽然在同刘林的斗争中 起了重大作用 但他控制不住感情 又偏激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他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 王洪文当过农民 当过兵 当过工人 又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 毛对他寄予希望 让他读后汉书中的《流盆子传》 希望他有自知之明 要好学上进 从1973年9月12日 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彭皮杜开始 在会见外宾时 都是由周恩来和王洪文 坐在毛的两侧作陪 一直到1974年5月底 报刊上发出了 他们三人会见外宾的照片 共16次 外国记者认为 王洪文是毛的接班人 在不到两年的考察中 王洪文的表现 使毛失望 更重要的是 高层的军政要员 不愿意接纳王洪文 说他是儿童团 老干部极力让邓小平 进入接班人的位置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 任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 符合干部们的要求 也是为周恩来之后的 国务院总理人选做的安排 那时候周恩来已经 身患癌症两年多了 十大之后 叶剑英向毛提议 让邓小平兼任军队工作 并且进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表示 可以考虑 1975年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 中发19751日 毛泽东党中央决定 第一 任命邓小平同志 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第二 任命张春桥同志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在治党 治政 治军方面 人才难得 也容易被上层军政要员接受 王洪文 邓小平 张春桥 几个人集体接班 分工协作 是当时的方案 周恩来住院以后 毛安排 王洪文负责党务工作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邓小平负责 国务院和外事 张春桥负责意识形态 并在军队兼任政治部主任 王邓张三个人核心 王张二人 坚持文革路线 邓小平主持实务 这大概是毛的愿望 但是 王张二人 远不是邓的对手 本来邓是排在 王后面的 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主持中央工作 不久 王就被派到上海蹲点 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 邓小平和张春桥 势同水火 无法合作 毛不得不选择 划国锋 希望张春桥 安心当个副手 最终 还是在军政官僚集团中 有着深厚基础的邓小平取胜 但老资格的陈云不服 邓又年纪太大 他只好放弃了当一把手的名义 掌握着一把手的权利 这是后话 这是后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